AG1比3不低STAR后猫神赛后发文和粉丝互动 休息一天重整旗鼓下场比赛再见 安天帝在今天下午出现在LGD的五派车队 看来安天帝已经不想和极光做朋友了 AG和狼队的比赛恐将面临舆论压力 AG超完会与STAR的对决已经结束了 最终AG1比3不低STAR没能拿到保S的关键一分 比赛结束后 AG队长猫神更新了个人动态 发文表示会休息一天重整旗鼓下场比赛再见 看来猫神并没有因为这一场比赛失利而受到影响 表示不直播了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全身新备战比赛 这场比赛猫神确实被STAR给针对死了 猫神作为节奏点却一直被发育录束缚 开不了节奏后让猫神打得很难受 评论区的粉丝留言都是鼓励 都表示相信猫神 毕竟第二轮AG能上S组他就是最大的功臣 另外安天帝今天下午出现在了LGD的五派车队 看来安天帝已经不想和激光做朋友 在昨天对战STAR的比赛 安天帝在上路对着线 下路时不时就传来噩耗 安天帝已经从质疑易诺 理解易诺到现在成为易诺 最后AG将在29号对战狼队 刺痛昨天在直播时爆料 希望对战AG时上场能有一个完美的落幕 刺痛作为已经接近两年没打比赛的选手 这场比赛输赢都将会给AG或者是激光很大的压力 如果比赛输了 外界就会说激光连一个快退役很久没上场的射手都打不过 这无疑对激光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 而这场比赛赢了的话争议会更大 因为AG对战狼队的输赢决定着是否打卡未赛 比赛赢了外界就会说AG不是打得完全体狼队 这对其他队伍来说没有吃到刺痛红利有点不公平 最后大家觉得AG会去打卡未赛吗